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C919刚一落地,外媒的评论就跟上了 打破垄断成为大多数外媒对今日C919首次商业载客飞行的评价 而网上对于C919只造了个壳子的说法喧嚣沉上 因为C919的发动机用的是GE的LEEP-EC APU系统和飞控以及刹车等都是霍尼维尔的 飞行数据记录仪是通用的 航电系统是罗克维尔·克林斯的 从这一点来看,C919的国产化率大概在50%左右 还真是无法反驳 其实波音美国和空客欧洲也同样只是造了个壳子 航电、发动机、雷达、APU控制系统、液压系统、GE 同样都是外构建 但却从来都没有人说波音空客造壳子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简单 这些和波音和空客一起配套的公司 大部分都是传统意义上西方体制内的 比如占客机成本将近一半的发动机 能生产的只有GE美国、普惠美国、罗尔斯·罗伊斯英国、塞丰法国这些企业 他们不会对波音或者空客断供或者制裁 中国要生产自己的客机势必会摄入这些波音和空客已经经营了半个多世纪的领域 也会触碰到他们的利益 结局就很明显了 C919一定会遭到波音和空客联手打压 对于客机领域新的竞争者 波音和空客的无情打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加拿大庞巴迪以及巴西的巴西航空工业公司 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日本三菱搞的MRJ项目 体型只是和我们的ARJ21差不多 搞了15年最后宣布下马 日本买零部件不比我们方便 国际环境不比我们优越 怎么连个支线客机都搞不定 事实上 所谓造飞机壳子的价值远超普通人想象 在美国FAA试航认证中 两架飞机采用同一机身包括机翼 被认为是同一种飞机 换机身的认证费用高达上亿美元 而不换机身只换发动机 认证费仅几百万美元 C919的机体都是国产的 包括气动外形设计和装配布局 气动外形的设计非常难 中国有全世界领先的风动群 实验条件是世界第一集团 也就两个国家 整体装配布局 一落到细节 都还是要自己一点点抠 因为你用的配件 是跟波音空客不一样的 气动外形跟他们也不一样 所以整个飞机的质量分布 一定是要重新设计 再考虑到后面我们要提升国产化率 整机的设计是不是需要考虑 以后升级的兼容性 这个难度的量级也是非常高的 以上用到的钢材和其他材料 也都是国产的 辅顺特钢和保五钢铁占了大头 每一块钢板动辄几百公斤 强度、抗机械疲劳特性 都要很高的要求 最后总装集成的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整机组装的时候 那么多元器件要组装在一起 要不要开动 要不要打钉 这复杂度就不是高一点点的问题了 装这么大一架飞机 需要多大的地方 这么大的地方不能有柱子 要不然装好的飞机出不去 这么大的地方 如何安排货物动线和人员动线 配件从哪进 沿着什么线路 用什么载具运输 人和设备和车怎么分离保障安全 电源怎么排布 气管怎么排布 水管怎么排布 消防系统怎么设计 空气系统怎么设计等等 所有的安装都需要工具和制具 制具就是专门定制的工具 每一个步骤需要用什么工具 步骤是什么 全都是要明明白白 波音最大的一个工厂有三万人 这还只是一个厂 波音全球有16万员工 这些人可不是普通流水线上打螺丝的员工 装飞机的人 知识和技能水平肯定是制造业力最高端的那些人 商飞的知识产权体现在对系统之间的集成控制上 供应商来自于全球 步伐同样为空客和波音的供应商 但零部件的供应 需符合飞机设计的要求 这体现出我们的自主权和决定权 3月22日有人在某地拍摄到了Y20挂着CJ1000A发动机飞过天空 这表示这款发动机已经完成了地面台架测试 高空台测试 吞水吞冰撞机等测试 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飞行测试 通过后就可以量产装机了 据此前的传闻 GE已经拿到了今后四年内向中国出口发动机的许可 所以在这点上根本就没打算卡 因为卡不住了 中国已经走通了 现在利益为王 通过先造壳子 我国的大飞机技术已经全部走通 除了C919标准型之外 还有家常型和缩短型 货运型 公务型等等 将来还会有第二代C919 乃至第三代C919 值得一提的是 C919还会有特种型 如军用运输型 行政专机等 未来以C919为基础的预警机 反潜机 电子侦察机等 都会全面开花 大飞机是国家战略型产业 产业链极长 能有力支撑起产业升级 有专业机构统计过 航空项目启动十年后 给当地带来的效益产出比 达到惊人的1比80 带动就业是1比12 核心技术演射到相关产业 还能达到1比15的带动效应 加速新材料 电子信息 自动控制等 多领域的进步和产业升级 C919涉及70多个学科和工业领域 由商飞设计 包括清华 上海交大 北航 西工大等 36所高校在内的 20万人参与研发 成飞 西飞 沈飞 哈飞 昌和 宏都 还有浙江的西子航空等 共同制造 在由商飞总装 一架C919有四五百万个零件 图纸七万多张 需要三百多名工人花一年多才能总装完成 想象一下 这能带动全国多么庞大的产业群 能创造上下游大量就业 其中很多都是年收入二三十万元的高薪岗位 让更多的中国人生活得更好 包括大飞机在内 把能提供大量高薪就业的高端产业发展起来后 有助于提高整体消费能力 去发展化妆品 奢侈品 艺术品这些高利润行业 不夸张地说 首次商业飞行的C919 正是掀桌子的第一步 咱们被卡得最惨的芯片行业 全球总产值不过六千亿美元 假设将来全被中国人拿下 14亿人口的分母一除 人均GDP不过增加个四百二十九美元 目前中国人均GDP1.2万美元 距离逃离中等收入陷阱的人均GDP 目标1.8万美元还差六千美元 也就是中国人得垄断15个芯片行业 才能够逃离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中国要想跨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必须发展所谓先桌子的行业 也就是西方国家依赖工业定价权 产生超额利润的行业 7000亿美元的飞机制造业 2.9万亿的汽车制造业 1.4万亿的制药业 如果仔细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GDP构成 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二八原则 20%至30%是有实际产出的工农业产品 70%至80%是服务业 通过垄断高端工业品 西方国家获得了这些工业品的定价权 也就带来了超额利润 这些超额利润又支撑高价的服务业 以20%的工业产出 推高80%的服务业价值 这样的故事一再上演 任何中国人造不出来的东西 价格都超贵 只要咱们自己造出来了 价格马上跳水 核瓷共振仪是这样 顿购机也是这样 等到西方人不再掌控顶端工业品的定价权 依托于20%工业产出超额利润的服务业 自然也就变成了净花水月 因此C919的商业化异常重要 这不单是中国终于能够进入 美国和欧洲人垄断百年的行业的问题 而是直接威胁到西方人所掌控的定价权 和它背后的好日子 奥巴马曾直言不讳地说过 如果中国人过上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地球的资源将无法承受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美欧的桌子掀了 中国才有空间富强起来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